大家好呀,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中美贸易战的可能新一轮冲突 大家还记得2018年的那场贸易战吗? 那个时候,美国突然向中国征收了大量关税,搞得全球市场风声鹤唳 现在2024年了,有迹象表明美国可能再次挑起贸易战 这让我们不得不回头看看过去的那场冲突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教训 而这次如果真的发生,又会有什么不同? 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美国如果真的重启贸易战,会发生什么? 以及这次的情况和2018年相比,究竟是相似还是完全不同?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2018年发生了什么? 那场贸易战的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所谓关税大战 美国对中国数百亿的商品加征关税 理由是为了减少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保护美国的本土制造业 按道理来说,美国当时的确面临制造业衰退,就业岗位流失等问题 而特朗普的想法是通过征收关税,迫使美国企业减少对中国商品的依赖,转向本土生产 或者寻找其他国家的供应商 可以说,这是特朗普经济政策中的核心一环 但问题来了,这个策略真的奏效了吗? 答案可能不尽如人意 首先,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供应链全球化已经相当深入 美国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一个能完全替代中国的国家 所以,虽然关税打击了中国的部分出口 但并没有达到特朗普预期中的扭转贸易逆差的目标 实际上,研究显示,关税不仅让美国企业的生产成本大幅上升 导致消费者买单,美国的农产品出口也受到了打击 因为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加征了报复性关税,尤其是打斗 这一招对美国农民打击不小 中国这边呢,当然也感受到了压力 尤其是对美出口占比较大的行业 比如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等,受到关税影响出口下滑 但令人惊讶的是,中国迅速调整策略 寻找新的市场和贸易伙伴 比如东南亚、非洲、俄罗斯等 分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中国还推出了一系列支持本土制造业的政策 进一步巩固了世界工厂的地位 这一系列操作表明,虽然贸易战对中国有影响 但中国的经济体系并没有因此而崩溃 反而显现出强大的韧性 那么,现在的情况如何呢? 2024年,美国经济的总体状况 其实比2018年要好一些 特别是在经历了新冠疫情后的强劲复苏 美国的经济增长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 失业率也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 这种经济过热的现象 似乎让美国有了更多的底气 再次对外采取强硬的贸易措施 尤其是在美联储结束了长达数年的加息周期后 美国现在的经济政策更倾向于通过外部的冲突来转移国内的矛盾和风险 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分析师认为 接下来,美国挑起新一轮贸易战的可能性不低 我们来看看几个主要的相似点 首先,第一个相似点就是美国经济超预期增长 就像2018年一样,美国在贸易战爆发前 经济也处于一个相对强势的状态 这种经济的强势使得美国有余力对外施压 经济增长超出预期意味着什么呢? 它意味着美国内部的消费需求旺盛 企业的盈利能力强 市场对经济前景的预期乐观 尤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国政府可能觉得有更多的资本 去承担一场贸易战带来的不确定性 第二个相似点是美国现在处于一个加息周期的尾声 大家都知道,美联储加息是为了应对通胀压力 稳定物价 而在加息周期的尾声 往往意味着经济开始出现放缓的迹象 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为了避免经济内部的不平衡和潜在危机 有可能选择通过贸易战等外部冲突来转移国内的矛盾 这在2018年也发生过 当时美国经济虽然整体表现不错 但实际上内部已经出现了不少隐患 而贸易战恰好成为了一个分散公众注意力的工具 第三个相似点是 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优势依然存在 与2018年类似 现在的国际经济环境依旧是美强非美弱的局面 尤其是美元的强势地位更加稳固 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使得美国有能力通过金融手段对外施加影响力 美元指数一直处于高位 吸引了全球大量资本回流美国 而这进一步巩固了美国在全球市场中的主导地位 有了这些优势 美国可能更有信心再度发动一场贸易冲突 但是尽管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相似点 这并不意味着这场潜在的贸易战会和2018年那场一模一样 实际上今天的世界和六年前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 这也会影响到贸易战的走向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次可能发生的五个不同点 第一个不同点是 中国的国内需求现在比2018年要弱得多 我们都知道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内需 而中国这几年内需疲软的问题比较突出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的产能利用率明显下降 二是经济结构上的一些不平衡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我们常说内循环 其实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刺激国内需求 来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但现实情况是 内需的疲软让中国在面对外部压力时 溢价能力有所下降 第二个不同点是 国际上的竞争比2018年更加激烈 尤其是其他制造型经济体的复苏速度 要比中国快得多 这一点在制造业的PMI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2024年 全球主要制造业国家的PMI普遍高于中国 这意味着他们的生产能力正在快速恢复 比如越南 印度这些新兴市场国家 凭借低成本优势 正在逐渐吸引全球的制造业投资 这对中国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因为这意味着中国的出口份额 可能会被这些国家抢走 第三个不同点是 供需矛盾现在更加集中在外向型的品类上 也就是说 那些依赖出口的产业 受外部需求波动的影响会更大 以汽车制造和机械设备为例 这些行业的外需依赖度很高 出口占据了他们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如果美国真的再次对这些品类加征关税 那么这些行业将首当其冲受到冲击 而相比之下 2018年的时候 外需波动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行业 是上游的资源品类 比如煤炭 矿石等 这种变化意味着 下一轮贸易战的影响 将更加直接和深远 第四个不同点是 本轮关税战的国别范围可能会扩大 什么意思呢 就是美国不再仅仅局限于 对中国加征关税 它可能会联合更多的国家 形成更广泛的贸易制裁网络 这其中就包括了很多新兴市场国家 比如墨西哥和印尼 墨西哥最近就宣布 对一系列商品加征临时关税 印尼也计划对进口商品加征 100%到200%的关税 这种多国联动的关税措施 可能会大大削弱中国通过间接出口渠道 规避美国关税的空间 第五个不同点是 墙进口的现象可能会更加频繁 大家可能还记得 2018年贸易战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美国的进口商为了应对关税 提前囤货导致短期内进口数据激增 比如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电子产品 机械设备等都在关税正式生效前 经历了一波抢购潮 这种现象在2024年也可能重演 但这一次的影响可能更为复杂 因为关税范围的扩大和多国联动 意味着抢进口的商品种类和国别范围都会更广泛 这将给全球供应链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那么面对这些新的挑战 中国该怎么应对呢 其实从过去几年的表现来看 中国供应链的韧性已经得到了充分验证 虽然对美出口受到了影响 但中国的出口份额在全球市场上并没有下降 反而有所上升 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在开拓新市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比如俄罗斯、非洲和中亚等新兴市场 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主要增长点 2023年 中国对这些市场的出口增速明显高于对传统市场 如美国、欧盟的出口 这说明中国正在逐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并且通过多元化的市场布局 增强了自身在全球贸易中的抗风险能力 不仅如此 中国还在积极推动国内的经济大循环 这种大循环的概念 实际上是通过促进国内消费、投资和生产的联动 来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比如在过去的几年里 中国加大了对高科技产业的投资 推动本土技术创新 减少对外部技术的依赖 特别是在芯片、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 中国正在大力培育自己的产业链 这种自我供给能力的提升 意味着即使在外部市场不稳定的情况下 中国依然能够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动能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 那么美国这次加征关税 真的能起到什么作用吗 从2018年的经验来看 美国其实并没有从那场贸易战中 得到多少好处 相反 很多经济学家指出 美国加征的关税实际上是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 比如 关税增加了美国企业的生产成本 最终导致的是美国消费者 要支付更高的商品价格 加上中国的反制措施 美国的农产品出口受到重创 尤其是大豆、玉米等农产品 出口额一度大幅下滑 这让美国的农民苦不堪言 特朗普政府不得不推出大规模的补贴政策 来弥补损失 而在2024年 如果美国再次挑起贸易战 结果可能并不会比2018年好多少 首先 美国国内的通胀问题依然存在 虽然经过多轮加息后有所缓解 但如果再次加征关税 必然会推高进口商品的价格 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 其次 全球供应链的复杂性 使得关税的成本 最终还是会由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担 也就是说 美国的消费者和企业 将再次面临成本上升的压力 而这种压力在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 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 美国是否能够在国际上获得足够的支持 2024年的世界 已经和2018年大不相同了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 和全球贸易伙伴的合作 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 尤其是在亚洲 非洲和中东等地区 中国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 而美国虽然依然是全球经济的巨头 但它在很多地区的影响力正在减弱 如果美国真的再次挑起贸易战 它可能发现 很多国家并不会像之前那样 积极跟随美国的步伐 这意味着美国可能会在贸易战中更加孤立 尤其是在需要联合其他国家 共同对抗中国的情况下 难度会更大 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在内部也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压力 2024年是美国的大选年 贸易战问题可能会成为竞选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美国的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都需要考虑到贸易战可能带来的国内经济后果 尤其是对于那些依赖对华出口的行业 比如农业 制造业等 贸易战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就业和经济增长 这将成为总统候选人必须面对的难题 因此 即使美国再次挑起贸易战 如何平衡国内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压力 可能会让美国政府在具体操作上更加谨慎 总的来说 尽管美国可能会在2024年再次挑起贸易战 但与2018年相比 这次的局面更加复杂 也更加难以预测 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全球影响力 在过去几年中不断增强 同时 中国也通过多元化的市场布局 和加强内部经济循环 增强了自身的抗风险能力 而美国尽管在全球 仍具备一定的经济优势 但它自身的经济压力和政治因素 也让这场潜在的贸易战充满了不确定性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 全球经济将如何应对这一系列变化 特别是在中美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博弈中 贸易战不仅仅是两国之间的对抗 它对全球供应链 金融市场以及各国的经济政策 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对于中国来说 这次贸易战虽然可能会带来短期的冲击 但中国已经展现出了足够的韧性和应对能力 从过去几年的经验来看 尽管中国对美出口受到影响 但中国并没有因此陷入经济衰退 反而通过技术创新和市场多元化 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全球经济地位 而随着中国继续推动国内经济大循环 和一带一路倡议 未来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 可能会变得更加重要 至于美国 它必须在贸易战中 权衡自身的利益得失 虽然通过贸易战 可能会在短期内转移国内矛盾 获得一些政治资本 但长期来看 美国自身的经济也将为此付出代价 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经济上 完全孤立于世界之外 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 不仅仅关乎两国本身 还关系到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那么这场可能爆发的贸易战 最终会走向何方呢 目前来看 全球经济形势充满了不确定性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就是全球贸易体系 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 而在这一过程中 中美之间的博弈 将继续主导未来几年的 国际经济格局 这就是今天我们对中美贸易战 可能新一轮冲突的分析 无论是从2018年的历史经验 还是从2024年新的经济现实来看 贸易战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美两国本身 未来我们需要继续关注全球经济动态 尤其是中美两国在全球市场中的博弈 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应对未来的挑战